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据说这个圆规台风它是一个非典型的台风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圆规台风它其实是在台湾南方的一个很大的地压带里面发展起来的台风 所以可以看到它外围的水气是相当的广大的 就算它不是直扑台湾而来 还是为台湾各地带来明显的降雨 另外还有我们可以发现在它发展起来的时候 其实中心的结构是相当的松散的 不像我们讲的典型的台风是台风也非常的清晰 而且台风中心附近的眼墙相当的明显 阵风相当的大 这一次这个圆规台风 其实反而是它的外围环流的阵风来得比中心的阵风来得大 所以虽然说它并没有直接的朝着台湾而来 却为台湾各地带来明显的强阵风的状况 所以这个台风比较不像典型的台风 越接近台风中心风雨越大 反而是它的外围水气跟外围的阵风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那么预计在明天算说它逐渐的远离之后 偏东风还是持续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可以看到东半部地区还是持续有一些降雨 要等到礼拜五礼拜六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接下来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礼拜六的晚上会有一波新的东北风南下 这波东北风可以说是入秋的首波 带来冷空气的东北风来到台湾来 预计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在礼拜天的 这个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会出现明显的降温 会感觉比较湿湿凉凉的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天气变化了 来看一下预计在明天东半部地区 还是持续有明显的降雨状况 预计这样子东半部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左右 礼拜五礼拜六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停歇下来 所以可以看到明天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台湾还是持续有好大雨的状况 其中又以花莲还有宜兰地区降雨的状况 是最为明显的 有机会出现短时间的好大雨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 礼拜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降雨 不过雨是逐渐的趋缓 礼拜五到礼拜六的白天 会有一个好天气的空档 但是在刚刚提过了 礼拜六的晚上 新的一波东北风增强之后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又会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了 而这波东北风增强 也会带来降温 感受比较明显的 会是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可以看到在礼拜天开始 高温就会降到只有23度 低温也只有20度 真的开始有一些秋天的味道了 这个时候 这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出门的时候 建议大家要记得搭配一件薄外套出门了 早晚会感觉比较凉一些 那么中部跟南部地区 气温也会稍稍地往下滑 可以看到在中部地区 礼拜天的时候高温也会降到29度 低温也会降到22度 那么在南台湾礼拜天早晚也会转量 低温来到25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 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会明显地转量一点 特别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大家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天气变化了 做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远归台风接下来进入了南海了 虽然说距离台湾越来越来越尾了 但是水气还是相当的多 预计明天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持续的好大雨的状况 礼拜五到礼拜六的白天 天气就会逐渐的好转 但是在礼拜六的晚上 吸引了一波东北风增强之后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就会转成适适两难的天气 会非常有秋天的味道 也建议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要开始整理一些薄长袖 薄外套出来穿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